一盒口罩498元 酒精初手液一輩子98元 價錢比疫症前幾何級數跳 沒良心 對嗎? 殘忍的那些 有時候做生意不一定賺得這麼盡 正當每個都覺得藥房賺到燒的時候 我們發現最近藥房, 任購女翻船 最高峰一天過千節 現在幾十支 對 甚至出現結業潮, 為甚麼呢? 未來一定難捱 口罩, 酒精初手液, 漂白水 自從新冠肺炎發生以來 不少藥房的銷售重點 都以防疫用品為主 由於供不應求, 價錢炒高 市民被迫著鼻湯 貿易這麼厲害, 對吧? 小市民買東西都貴了 內貨一定會貴一點 但他自己一定會加了很多錢 水漲船高 有藥房曾經向我們表示 一個願打, 一個願捱 抬高價格絕對沒有違反自由經濟的原則 你會否覺得很幸運 如果現在賣得這麼快? 我個人就不覺得 這個時勢, 每個人都要買口罩 有些人說鋼爛材, 但我覺得無所謂 如果我真的不在這裡做 我出去五百元也會照買 買口罩救命, 是不是? 你也會說要保命 不過口罩要不要這麼貴? 不要吃水那麼深 不過有藥房就大喊冤枉 其實他們並不是外界所想 賺到豬籠入水 對 我們上伙都要300元, 你說… 那你賣多少? 300多元 舖租燈由火納幾十元, 理論也好 最頂峰的時候, 決初手翼的時候 價錢是否低了? 已經低了一點 低了多少? 幾十元 幾十元? 138元, 現在賣100.8元 你沒什麼賺錢, 有很多死貨 很多死貨是甚麼意思? 一個產品不會入十盒 可能要入一千盒, 但賣了二百盒 就算之前的二百盒 你用多高也好 拉扯起來也沒用 現在是滯銷, 所以打回禍了? 對, 可以這麼說 不過也不是每間藥房罰災難財 趁火打劫的, 也有些良心舖 本來我們自己都覺得問心無啟 五十片口罩受興 消毒藥水也受興 早幾個星期, 防疫用品缺貨不出奇 不過現在各大小藥房的貨源源不絕 你的藥房仍然缺貨, 原因是甚麼? 看看價錢就名吧 五十元一盒, 五十片 真是時光倒流回到疫症之前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回到貨, 也多了貨 令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買一送一的優惠 到了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戴口罩是極之困難 和貨源是極度短缺的 我們只能透過一些 可能一直以來的生意合作夥伴 增加我們其他入口 其他貨量的一些訂單量 去拿一些相對便宜一點 合理價格的口罩 良心不等於可以滴過營運成本 全革幕後有人捐贈 藥房才可以維持在低價發售 有些有心的藥劑師和醫生 他們都支援了一點 而使得我們依然用一個 很便宜的價錢 五十元、五十塊去買口罩 希望大家可以憑良心去工作 像這些N95口罩 由於比市面便宜一折 一番貨, 馬上被人搶購 還可以, 是 所以我才多買十個做士啤 某些藥房真的抬高了價 藥房不是善堂, 始終是一盤生意 尤其在這個史無前例 這麼艱難的時期 生意有得做, 當然想做多一點 但是現在盲腸潮過了 貨源穩定, 風腸不在 生意急速下滑 疫情最多人買東西的時候 生意升了多少? 升了兩、三成 是 差不多 現在呢? 現在就少了兩、三成 多數人買防疫食物多 其他就很少人買 生意真是難做? 最近我們發現 一些位於旺區的藥房 竟然集體出現大減價 甚至說租約期滿, 準備結業 像銅鑼灣的羅素街 不少藥房說明要錢不要貨 旺角都一樣 出現不少說要減價的藥房 我們就去到其中一間了解 究竟是宣傳伎倆還是真的結業? 我看你也說有減價 其實是否最近才開始做減價? 每天好像… 偶爾都會做減價 但是因為會做減價 你怕可能有很多貨在這裡? 當然, 離貨貴就貴 離貨賣賣便便便便宜 買離貨價而已 我們也不會放很多貨在這裡 你經常說那陣子 疫情嚴重時 那些藥房賺多很多 你認為離貨價貴 不是貴一點 其實你覺得貴而已 那離貨價本身也貴 這不是這個道理的 你不是說我不是 我10元拿回來 我不是200元 那不是這樣的 都是拜二百元回來 但是賺你10、20元, 你這麼想 那時候實際上是便宜的 之後你知道商家都會看著你 起價 你當我拿貨就貴給你, 你願不願意 那也是賺的, 10、20元也是賺的 所以都要領 都要領, 比沒生意更好 多些人流 你當錢轉得快點 自從自由行, 盛行以來 旺角一帶的藥房越開越多 造金也越來越貴 據說三百多呎的舖 越租要成五十萬 而一個新冠肺炎 將旅客稱到幾乎零 疫情短暫, 令生意有起飾 不過難以起死回生 但你們這裡開了多久? 這裡, 我們租了兩年 之前沒有開 但是做到什麼時候? 應該做到今年年中 差不多三個月後就可能… 對, 租去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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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租下去, 繼續賣口罩? 租, 為什麼? 生意, 有生意嗎? 不好生意? 當然不好生意 之前簽下租藥那些 港幾十萬租金 每間店專做自由行那些 其實現在很多都受不了, 倒閉了 是嗎? 但是反而現在趁倒閉的時候 有很多短租出來的 吉舖就便宜了 以前說幾十萬一間店的租金 可能現在說十多萬 幾萬元都能夠租 到那些短租就產生了很多出來 他們用一些比較薄利多銷的方法 就是做一些民生 做一些本地的居民 很多時候為什麼貼出來呢? 會說什麼倒閉大前傅 是嚇業主嘛 要業主減價, 劈價下來的時候 不減價就倒閉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他特意不倒閉 都貼在門口說倒閉 一方面希望吸引顧客進來買東西 以後就兇業主 希望劈價下來七八成 好嗎?